她是一个大美女 走性感路线的 那只是我看到的一小部分的留言 所有的标签 都只是她的一小部分 她跟她塑造的那个 性感女神的形象 差别很大 非常大 她就太接地气 趴在地上了 我时常能看到她就 就是吃鸡爪子 那个画面会让我印象很深 剧组的某个角落自己在吃 然后她好像对这个事 她也不是很介意 就是她也不会觉得 这是什么可惊讶的 因为她的性感明星的属性 时常在被误解 但是她很少去争辩那些事情 前不久不是有一个新闻 说她回家买了十套房子 然后看到那个新闻 就我也挺惊讶的 因为我是知道她回去干什么 因为她父亲去世了 她必须要把她家里面的 那个房子的那个名字 要过户 结果就很多人 因为拍了很多 她跟工作人员的合影 然后就说她去买了十套房子 去年有一段时间 她过得挺辛苦 就是她父亲生重病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 她都是在医院里面 她要在那照顾她爸爸 当她就出现这局 她就把自己很多自己的事 就安在自己身上了 她就演员满满就有点 其实就在记录她 我现在最大的一个困扰 就是就难免过俗的 就是会要想个人问题 我一直以为你不着急了 我不着急 我好像很早就已经任命了 放弃婚姻小孩 所以我就一直是比较感谢 我现在得到的一切 不管在网络上别人怎么唱随我说 哇你都去网上卖货了 哇你现在都没什么资源 所谓的就是娱乐圈喜欢讲的那些套词 所以我除了工作之余 我没有想要那么打漂亮的翻身仗 我其实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戏 就是你吃辣椒比赛 3 2 1 开始 生吃辣椒 辣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你要那个辣的 一下子辣到头的劲儿 是芥末是最像的 拍那个特写的时候就放芥末面 还有加芥末进去 一把鼻涕一把雷 快点快点加芥末 时间到了 时间到了 快点加油 加油 以后先生 给你网络点 你给你网络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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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声送给他 你给你网络点 给你网络点 哈哈哈 你是真辣椒啊 又放芥末 这个怎样是真的辣红了 你看 那戏里面有个卸妆的那个戏 那个戏 他都没有没有台词 他也没有按照那个剧本 给予他的方向去表演 他说说就说自己了 我呢 是湖南的 大一点的时候就想离开家 我就觉得 应该去北漂嘛 去北京 以后我应该就是一个人 孤独中老了 就像一个纪录片一样 你觉得那里面的人 比所有的演员都好 情感就是 就是被真实的记录下来 真的 我都快哭了拍了 真的 演到最后的时候 我都会恍惚 有几分是淼淼 几分是刘淼 因为他太真实了 这一次他不是招着月亮淼去演的 他是招着自己演的 他是他最好的表演 你真的不在乎没有小孩子 没得回头路了 我自在有力 你看到我你再说一次 我就信了 我没有骗你 我爱你